好 我们看到政府打房 推出了实价登陆的政策 我们走访了各家的房仲 发现看物人潮的确有回来 只是实价登陆还是没有办法 打击哄抬价格的投资客 似乎还是有漏洞可钻 他们甚至不怕被罚 只想把价格炒高之后再卖出 想要查证实际交易的价格 目前来了解的话 并不是那么容易 上面的这里就是我们 动画囊上像前面的案子 实价登陆第一天 直集房仲业卖房还得带给稀 iPad卖产 首男iPad介绍房子 网页上就是今天刚出炉的 不动产交易实价查询 9月中之后 因为受到这个QE3的激励 我们知道全球热钱 或者是资产投资客重新出笼 整个不管是看物或成交量 其实都有明显的成长 顾客虽然变多 但可以赚的佣金却大缩水 变成中间可以溢价 或者是说利润的空间 就变得缩得非常非常的小 房仲的服务费 可能收的帕数就会越来越小了 只是输入仍爱入三段 查询投资客 刘妈妈最爱买的地保豪宅 却看不到任何交易资料 原来政府打房推实价登陆 但投资客也不是省油的灯 不少投资客恐怕会串联 不效房仲垫高价钱登陆 让脱手也赚得多一点 他这个大楼 他拥有十户的房子 他拿一户去高报 他就有这样实价登陆的一个证据 说这个房子一平是卖六十万 甚至实价登陆一上线 有投资客就怕店面价被拉低 干脆利用调高房租 来引诱不知情民众上钩 买方他就会觉得说 他这样子可能不需要再负担一些 那个房贷的一个费用 那他可能就 就在不了解市场的一个状况之下 那他就买了一个 可能比周边行情来的高的房子 政府规定没有一规定登陆 就会开罚三到十五万 但比起转卖获利上亿元利润来说 难怪投资客一点也不在乎 打房最后还是治不了高房价 东方才新闻综合报道